教育這個東西呢 你一開始要學的 你可以先去學習均線 然後呢 接下來你要學習的是 畫支撐阻力 畫支撐阻力線 支撐阻力 是怎麼畫的 那支撐阻力還有這個 趨勢線 趨勢線 然後了解一下 什麼是頭部型態 那這些型態是怎麼再轉換的 那支撐阻力是如何變換的 有這個就夠了 一些K線型態也大概了解一下 什麼 吞沒啊 然後我們畫一下好了 在這邊比方講像這個 這個叫早晨之星嘛 下降趨勢 下跌的趨勢 出現了這樣的型態叫做 早晨之星 主要的一些反轉型態 然後什麼是中期型態 這裡有中期型態 那 什麼是 比方講吞沒 剛才講吞沒 然後大概均線啊 這些例子就可以了 接下來是 Mt4 Mt4的操作 怎麼下載 怎麼使用 這些工具上 你要怎麼樣去把你的版面 規劃起來 怎麼樣在這邊去把 資料夾做好 這些需要 自己花時間去弄 把這段看完 假如哪邊不懂 我盡量在這裡面 講得很清楚 你把它看完 會的就快轉 不會的就把它看過 看過一遍 瞭解說 這個Mt4 應該要做些什麼 好 那你有一些 基本的工具以後 這個很重要 再來呢 就是 你要去 用這個 模擬帳戶 開始簽著 找出你自己 看得出的一些 優勢 比方講 適合你個性的是什麼 那 我的建議是 做趨勢交易比較 簡單 趨勢交易 它就是 它會走的這個機會 會比較的遠 就是說 上漲 調整 轉折的時候 我會找機會記錄 上漲 產生了新高 然後 調整 再找機會 再做 然後它可能又創新高 順勢而做的 好處就是 通常 順勢它的波幅 它其實走的會比較順 因為這時候是 比方講這是多頭 就是上漲 那麼多方掌握了這個 兵符 它會使得這個波動 比較的順 所以做這種 順勢的交易會 簡單一點 再來是 時區 交易的週期 我建議不要做太短的 因為這中間會有這個 因為我們這都有點差 交易 不管你選什麼商品 應該 除了在某些股票跟 股票其實也有一個Ticker的 這個成本 所以你要考慮到你的交易成本 盡量不要做太短時間的交易 這會對你的 整個最後累積出來的東西會 很有問題 所以我建議是做 至少一小時以上的 我在交易也是這樣 都是做這種一小時以上的 圖是H1以上的 好 然後呢 這些東西你可以 試著去畫圖做圖 跟我一樣 把一些支撐阻力 假如說我有 今天我有PO交易計畫 你其實每天啊 每天都應該去做 每天都應該對這些 基本的品種去看一下 現在大概是什麼感覺 整個去瀏覽一下 去練習畫圖 那麼工具有了 接下來我來介紹一些東西 第一個 我常常在講期望值 什麼呢? 期望值就是 它其實是很 一個數學公式嘛 它就是 你可以來 劇材網裡面去看這個 我以前有PO一些 一些想法 我曾經也是針對期望值 去思考很多事情 那 期望值你可以看一下 自由人 自由人大哥 他之前有出一個 台子當充的交易密集 第一集裡面有 講到期望值 那它裡面也有講 它的一個交易規則 交易方法是什麼 我覺得還不錯 台子當充交易密集 它是一本 李瑤勳大大寫的 這個橘色的 這你去圖書館借 就可以了 或是坐在書局裡面看 你覺得喜歡買回來 支持一下也可以 好 那這裡面其實 自由人大哥 他就有講了蠻多了 可以學到很多 很實戰的方面的 今天其實要學 就是應該要學這個 實戰的 而不是 我其實跟大家一樣 我相信大家在想要投身 這個交易市場的時候 你準備了 一筆錢 你對這個世界 認為你的生活 不應該是這樣 你有你的想法 夢想 你想要做一個 走一個不一樣的路 這些都很好 但是一進這個市場 你會發現 我為什麼要 好像要學習 要花很多錢 到處都是老師 都講自己很厲害 然後這個要多少學費 以後你才能怎麼樣 那市場上 紛紛牢牢的都是在講什麼 這些其實你要去過濾一下 那些我是覺得 一開始我很 有點反感 但是我又必須要去學習 那我覺得我 遇到的老師也還不錯 這中間 我先了解到集成 集成大的一些想法 然後看了李耀勳的這本書 我就大概知道 這個交易的一些方法 接下來你要去了解期望值 就是試著去推倒這些公司 這些就是他的期望值的公司 勝率乘以盈利的金額 然後減掉敗率乘以虧損的機率 然後再減掉交易成本 你要去去了解說 試著去推倒 我自己推倒很多 就是把這些都推倒一下 就是你會 中間會有一些想法 你就再去推倒 我曾經花了好多時間去做這些 然後有了這些數學的概念支撐我的話 我就知道我長期下來不會輸 你只要資金控制的好 一直做一致性的交易 做計畫裡面的交易 加上你沒有大虧 加上時間 最後你就會得到真的期望值 這就是一個交易 它應該我所追求的一個路 只是這樣而已 所以了解一下期望值 自己去推倒一下 從這個 開始當中交易密集1裡面有講 然後 數學教你不犯錯 你也可以看一下 它是一個在講這個數學的事情 它總共有上下兩本 這裡面有講期望值 有一些回歸趨勢的這些 這算有點有趣啦 去了解一下 用數學來看這個世界 你要有一些背景 你要有一些背景 你就知道你應該去 Follow的應該是什麼 不用去幻想的又是什麼 這些都跟期望值有相關 第三個是這個 你在看 可以再看這本書 叫Trading in the zone 這本的中文 這本的中文應該叫做 賺錢再自然不夠 也是去書局可以借的到 把它看一遍 這一本也寫得很好 它講這個交易心態的 去看一遍 應該會蠻有幫助的 這是我推薦的 那有了這些東西 其實再加上你不斷的練習 還要避開什麼呢 自己內心的貪念 因為市場上金融 你可能看到很多 無非就是在 好像在發大財 在什麼 好像要瞬間就可以 一夜致富之類的 這個月它賺了多少又多少 這個都是很不切實際的 假如一個地方 它一直在傳達你的訊息 就是賺錢很容易 然後它沒有告訴你 風險怎麼控制 這都不太好 你要去分辨這個地方 它到底是在賣課程 還是在幹嘛 你可以看它是 是不是圍繞在風險 資金管理 然後它的交易方法 有沒有一致性 其實我是覺得 不用去 不用去花錢去買課程 這個其實不是很 因為這就是我在講的 我們投入這個市場 好不容易存了一筆錢 又要拿這筆錢去買課程嗎 然後就變了 非常的這個 就很奇怪 那感覺很奇怪 我希望就是說 大家可以多練習 你從demo帳戶 模擬的帳戶 開始做也可以 你一起去做 然後你要讓你的規則是一致的 不要變來變去 然後是怎麼去取利潤這些都想好 就可以了 其實會做的東西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多多的一起討論 起去 在這裡面去成長 然後 我也可以幫助到 就是 就是不要讓每個人 走這條路的時候 都必須要經歷那些什麼 買課程啊 然後一直在想交易的方法 一直在尋求那個 更什麼不敗的一些方法 這些其實都是 這些其實都是 我覺得不需要去 去承受的 不需要去走的這一段 玩路 然後我這也是我想要去做的一件事 就是讓這個 透過不斷的練習 其實你就可以 慢慢的讓自己的這個交易的成績 穩定下來 不要去幻想賺大錢 控制好風險 這個其實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趴在我心底